两轮两车挑战可可心理第三天 大家好 我是五谷一 昨天为了看一眼地图上没有被命名 能记罕字的这个湖泊 我的车子成了这样 昨天就是在这里露营的 你看那个远处就是那个湖泊 现在呢有一个问题 我的车子到时候走出去 到时候会成啥样啊 你看这里是整个碎了 这里要掉不掉的 这样拖着开车肯定是不好走的 你看搭在这里 这个车开起来滴拉滴拉的 昨天有报保险 保险有拍照片吗 但这个都还债 不然的话我都想把这个直接给拆了 只能先这样绑着开一段时间了 到时候去乌龙乌齐修一修 这个风景太棒了 看 能看出来这个湖水应该是咸的 你看这湖边都是白色的 又在啃血吃了是不是 自从进了可可西里 这个野生动物真的是随处可见呐 我还看到了野生的特色 这小兔子好肥呀可惜抓不到 前面好像是鱼还是什么 我不愣死 咱不走进去看一下 你看这有一群的车 哎呀我这个是今天才发现 昨天都没有发现啊 所以昨天整个车子震动的太厉害了 昨天一路开过来 那个炮弹坑实在是太多了 整个车子登登登登登 今天才发现太多地方都已经闪架了 还好车里的柜子没有闪架 船和柜子都还是好好的 都没有颠簸坏 所以还是挺牢的 像在这里导航都不管用 因为这里根本是没有路的 一片荒涼看到没有 就是这么的宽阔 根本是没有路 然后开车的时候 到处都是这种炮弹坑 这种坑 还有像这种 像这样一个个的大洞 应该是兔子洞 或者是土拨鼠的洞 它这里好多成片 看不出来 随时可能就会有这样种的大坑 看到没有 所以我的车子给震成了这样 像这里也根本没有路 所以我们就只能随便开了 咱们准备继续出发 你看我的车子的架子 全部垫在这里了 这就是我的车子 这边太多炮弹坑了 像这个无人区里面 真的有很多未知未被命名的湖泊 像一个那个湖泊 看得出来是咸水湖 湖面都没有结冰 这个就是淡水湖了 整个湖面都结了冰 我咱们看一下 看到没有 看得出来这个很结实 这已经是无人区呆的第三天了 本来是想说看看能不能碰到熊和蓝的 但是愣是没碰到 昨天晚上我狗子也在边叫 但是没有找到手电筒 看不清楚外面动物是什么 你看蓝没有碰到 白骨倒是碰到了 这个骨头是啥呀 这个骨头是啥呀 你看已经风干了 你想吃啊 你看我狗子 你还敢啃呢 这还真看不出来是什么动物的 你能干过蓝不 昨天他就一直叫 昨天他就一直叫 但是那个时候我手电筒找不到了 找不到外面 看不出来外面是什么动物 咦 来 我愣出去你捡回来好不好 我看 来 捡回来 你还真肯呢 你还不舍得给我了 再捡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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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过来 摇不动 摇过来 快点 摇过来 哎呀你这个笨蛋 你个笨蛋 叫你咬过来 不知道咬过来 今天开了一下午的戳衣板路 一直跳一直跳 我感觉我的车头震得更烂了 看一下 你看 变成这样子的了 这边 绳子板了也没啥效果 这边也更烂 跌着一个屁股这边咬 我也不知道还能在无人区坚持 几天 油的话还有饭香 但是我的那个料素确实是快见底了 这里就是我们今晚的露营地了 还是两个人两辆车 好了 喜欢我的点点关注吧 看一下今晚能不能遇到蓝 谢谢大家